中共的最高策略 现在我个人的归纳 是香港内地化 内地新疆化 新疆北韩化 台湾香港化 作家范畴警告 两岸未来可能的四化趋势 独合会1月15号 在台北举办青年国家安全论坛 范畴简要定义 台湾的国家安全 就是领土不被侵犯 自由民主不被剥夺 唯一的威胁者就是中共 他预判2022年 中共对台湾发动认知作战的强度 一定超越去年 从防止台独到了韩美 现在正在做的认知作战就是 只要你自卫 只要你有准备备战 你就是好战 这是一种流氓强盗的逻辑 国家安全是没有颜色的 认知作战要混淆我们的势心 要让我们内部 越分立越好 我要吃饭 中共疫情下极端封城 范畴提醒 中共借着危机 在队内变向军事管制 实际备战 中共接着可能启动 长期在台湾的影响部署 例如三种人 直接收买的第五纵队 用来制造事端 其次是台湾军队当中 现役和退役人员的不满者 第三种是被掌握把柄的人 分布在政界 学界 商界 媒体界 科技界 前中战学院院长余宗基表示 中共利用台湾民主社会的透明开放 用表面合法掩护非法 各种渗透方式 例如舆论 金钱 女色 社群讯息战 找出弱点做客制化渗透 例如就以女色策反了台湾少将罗贤哲 此外 中共非常重视渗透大学教授和学生 国共战争时期 国民政府高层身边被渗透 许多人早在学生时期 就已经被中共吸收当地下党员 前空军中将副司令张延廷认为 台湾处在准战争状态 要建立全民国防 心理上要分清敌我 经济上要降低对中国大陆的依赖 政治上要认清民主和反共 是世界潮流 鼓励民众学习用枪 鼓励退役的空军飞行员 驾驶模拟机 新唐人亚太电视 黄亮简张东旭 台湾台北报道